投票於當地時間上午7點開始 持續到晚上11點 由於意大利選舉制度複雜 各黨在議會的最終席位 將在投票後幾小時才能確定 這次大選中 45歲的梅洛尼和他領導的民族主義政黨 意大利兄弟黨迅速崛起 梅洛尼有望成為新總理 薩爾維尼領導的右翼聯盟黨 是梅洛尼的主要盟友 中左翼的五星運動領導人 前意大利總理孔特 及民主黨領導人萊塔 也都在當天投票 選民們的兩張選票 將分別選出參議院和下議院議員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曾文仙 李明迪總和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